凉山好汉最风流的英雄 施赖安笔下的柴锦龙梅凤木 好齿朱唇方腊剑柴锦 第一印象便是依表非凡 由龙子龙孙细相 看来柴锦的风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风流 而是在富贵之气衬托下的 令人不得不仰视的风流 燕青姐风流却少了那份富贵之气 官圣有富贵之气 却谈不上风流倜傥 作为一个贵族 一个世代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剥削阶级贵族 柴锦能够自贬身价 与社会底层的江湖中人结交 并且不问出身来历 来整个具且仗义说彩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当时天下恐怕仅此一人 对待那些江湖上有些名气的好汉 柴锦丝毫没有上层贵族阶级的架子 林冲来投奔 柴锦在草地上变败 宋江来投奔 柴锦又败在 地下 一个上层贵族给囚犯行如此大力 除了柴锦 谁能做到这一点 柴锦对于豪杰的渴望 对于结交天下好汉的愿望 比宋江和朝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不错过结交好汉的机会 柴锦还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极端有天下好汉和刘沛犯人来投奔 不问出身来历 一律供给一盘肉 一盘饼 一壶酒 一斗百米和十冠钱 不说其他 但是那十冠钱 就相当于欠在人民币三千多元 遇上有些名气的 还要杀猪宰羊大赠金银 除了柴锦 谁能有如此大的手笔 上梁山后 柴锦还名三十六天罡地十位 处在中上层领导的位置 论武艺 柴锦在一百丹八将里摆不上桌面 论战功 柴锦在众多人家 说好汉中也算不上先进 既如此 柴锦为何还会排在梁山前时呢 笔者以为 柴锦之所以能挤进梁山前时 主要出于三点 第一 梁山是柴锦出钱筹建的 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 也是柴锦资助的 第二 柴锦出身皇族 有皇家血统 这样的家庭背景 也是其他好汉可不能比的 第三 宋江在威纳时投奔过柴锦 梁人关系特铁 可说是生死之交 基于以上三点 宋江在梁山好汉牌作刺时 给柴锦安排了第十把交椅的位置 也就不奇怪了 这样的安排和情和理 于公于私都很恰当 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给柴锦安排的位置偏高 柴锦的长处不是体现在武艺上 梁山好汉能打敌太多太多 柴锦那点功夫不入流 柴锦以前是苍州富豪 家里田产 房产 买卖和店户等不在少数 如此大的家业需要打理 可见柴锦没少在经济和管理上下功夫 所以梁山集团给柴锦安排的职务 是做后勤总管 掌握梁山前梁重任 与柴锦一起担当这个职务的 还有另一个地主 吉里家庄老板铺天雕笛英 不过无论出身和气度 还是个人能力和人际关系 李英都无法与柴锦相别 所以李英只能做柴锦的 副手 梁山集团真正的后勤总管还是柴锦 除了掌管贤梁 柴锦最大的长处 还在与其丰富的外交才能 宋江去京城看灯 选的第一个陪伴就是柴锦 宋江与李诗诗饮宴 陪酒的也是柴锦 并且 但是李诗诗说些皆是俊俏的话 皆是柴锦回答 燕青只有和洪取笑的份 宋江酒后失态 还是柴锦打圆场 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 娘子悟叫 宋江派人到方拉那里卧底 第一人选也是柴锦 柴锦不负众望 很快以不俗的言语和非凡的仪表 取得了方拉的信任 方拉甚至招赘柴锦为驸马 但有军情要事 便宣柴锦之宫内技艺 在此次行动中柴锦扮演的是公子 燕青只有扮演随从的份 这便是气质上的差距 作为一个梁山集团的文职战部 柴锦直接参与的战斗很少 所以他幸运地活到了最后 成为二十七个回京幸存者之一 小厨方拉后 柴锦最后没有接受朝廷册封的官职 而是回到苍州横海郡 继续做他的富豪 柴家的世书铁卷会不会失而复得 估计复得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这对柴锦来说 已不再重要 一个奸臣当道的社会 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纸空文 试书铁卷又有何用 柴锦的一生 年轻时潇洒过 中年时奋斗过 老年时安度了晚年 是梁山好汉中少有的 落得圆满结局的人之一 人生如此 夫妇喝酒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